各位觀眾 我們是B28號的信報財經新聞 我們現在即將會開始我們在現場跟大家做個投資講座 會講一下近期大市究竟是否短期見底有機會博反彈 也歡迎現場觀眾可以問我們號碼 講一下個別股份 我們就會示範給你們知道我們平時寫過一些一大串很深厚的文章 究竟是怎樣可以generate出來的呢 歡迎大家聽的 我就是信報財經新聞的女院營 還有就是來自我們投資研究部的信報首席經濟及策略師 女子艾Eric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星期五令我大家是很振奮的 因為第一 創了今年新低 但創完今年新低之後就隨即砰一聲 就已經是向上抽光了 究竟這個世界上由2月開始跌到現在 你不會無止境地跌下去的 你總都會跌完之後有關抽上來的 究竟是不是現在就是這個絕美的時機呢 我們先回顧一下廣估的走勢 1月29日大家都知道恆生指數到歷史高位 在歷史高位之後的 但之後就慢慢下來 大家會看到的情況在恆生指數2月3月4月5月6月 都是在區間上落 當然在區間上落就在那樣覆小覓 所以我們返覆了一段 非常之長的時間 大家就知道為甚麼了 因為你可見到歐洲分明 요� rise 有些有些 ETF 爆煲 新興市場的情況比較震盪 在加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令到市場開始對前景有點擔憂 擔憂又未堆下去 所以見到港股在區間裡發上發落 沒有明顯堆穿的範圍 但到6月7日之後 大家就開始發現 貿易戰談了三個多月 當初大家怎麼想 大家覺得貿易戰是 沒有事的 大家都是拿著數 談完之後就會沒事 就會再上回去 但到6月7日之前 大家覺得 不是的 好像越玩越大 越趕越糟糕 見到當然不是 有些人就開始先把指數倒進去 你見到終於打破了 這個貿易區區間的範圍 最低一直倒進去 去到最近期 剛才Janice說 去到新低位置 大家可能會問 究竟去到這個位置 是否已經見底 還是跟著再上回去 還是 存定完之後再下跌呢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說說 情況 沒錯 現在來到這個時候 究竟是再橫一亂之後 再賺下去 還是抽一抽之後 上回去 還是抽完之後再大跌過呢 簡單來說 現在去到28,000點附近 大家要知道 一個比較大小小的支持位置 28,000點 其實你看到 就是去年12月7日開始 飆升的起步點 也是去年年中的時候 一個賠區頂部 所以去到現在 大家會看到 去到28,000頭 為什麼港股 恆生指數 好像下下又上回來 下下又上回來 其實28,000點附近 都是支持的 所以我們看到 好像站穩一點點 當然 我們覺得 28,000點有機會 會打穿 再穿一點下去 其實不是太遠 就會看到另一個支持位 就是這條線 這條線 大概是27,700 到27,500點左右 27,700 就是大家看到 16年 去到18年初 整個升落的 38.2%支持位 而27,500點 就是整個趨勢線 黃色這條線的支持位 所以大家看到 如果即使28,000點打穿了 我們會看到 27,500點到700點左右 應該會有些支持 但我們覺得 在最近來說 我們看到有些事情 開始有變化 所以就似乎 短期來說 那個保護會有一個反彈 那就可以了 你知道 你大部分人 都不敢做反手 總是喜歡買相片 那就有你這句就行了 有機會是反彈的機會是高的 大家有留意的 反彈 但彈到多少呢 是的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最近市況的發展 大家會發覺很多時 很多消息面的影響 主導了市況的影響 後市的走勢 所以你看到 這個位置一直都沒有解決 一直在市場裡面 一直在發酵 你會發覺 即使淨了下來 市場出現反彈 突然間有些壞消息 又會令它下降 而且更加重要 另一個因素 大家會看到的情況就是 剛才所說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初 我們見到 整個一個賠區 其實一個 我們叫做 一個蟹貨區 也可以 一個賠區也可以 那你見到很多人 在這裏 有入市 或者是買貨 所以你見到 這裏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蟹貨區 來的 所以現在看回 我們那個系統裡面 一個叫成交量分佈圖 你會見到 恆新指數 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個成交的分佈情況 你見到這裏 是不是很長 很長 就是代表 恆新指數 在這個區間範圍之內 其實那個成交 是非常之長 非常之大 那意味著 什麼意思呢 當恆新指數 上回上去 挨近3萬點之前 其實大家會見到 已經有很大的 一個蟹貨阻力 因為大家會見到 這麼多的蟹貨 當你上回上去的時候 走 是不是 所以蟹貨阻力 會預計在 3萬點附近 會很高 所以 不要預期太大 尤其是現在大家見到 貿易戰的情況 還未解決 還未解決 還未解決情況之下 似乎 而且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似乎 好像越玩越大 對不對 所以變成一個影響 而不是大手買入的時候 沒錯 因為尤其是大家都見到 因為如果你的貿易戰 繼續玩下去的話 那個情況其實是 開始 我們見到的情況 已經開始對 香港的企業營的表現 有些影響 也開始對 有些地方的經濟有些影響 而且大家要留意 新鮮市場的隱憂 動盪 其實到現在都未解決 因為大家見到 新鮮市場的震盪 其實依然都是因為美金很強 令到新鮮市場 又會慢慢跌下去 所以你看回頭 一個就是 MSCI 新鮮市場股票的走勢情況 另一個就是 美匯指數 是一個影響助標 你見到 美金開始轉強的時候 新鮮市場股市就開始下跌 但你又知道一件事 香港的股市 跟新鮮市場有關 是很密切的 你見到 新鮮市場股票的走勢 恆新指數 你見到大家全動 現在正黏著 對 差不多是要暴熱趨的情況 所以大家見到的情況 就是 在現在的美金 似乎還未轉勢 還是慢慢轉強 戰還在不斷發酵的情況下 我們會相信這些負面因素 會繼續混淆市場後市的表現 所以中場線來說 大家就不如太進取了 但短打 都還有機會的 即是這一層 你剛才 現在其實 星期五就大概收28,100的水平 那你說 三萬點之前 才有大一點的阻力 都好啊 中間有千幾點被你收拾 會有的 為甚麼呢 因為 在我們的系統裏面 我們很多時候講港股的表現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看恆生指數 大家會 但是我們看港股的表現 整體的表現 我們會看那個所謂市場寬度 好像這條線 那樣 藍色的線 就是統計回全港 二千多個港股裏面 他們那個短線的表現 譬如說三天平均線 高過十八天平均線的比率 那你見到最近甚麼情況 最近這個比率呢 慢慢由 低位 我們叫做 深度超賣的情況之下 慢慢反彈 那就是說 你見到最近 開始 整體大股的表現 有明顯的改善 雖然恆生指數 還在下跌 那個情況會怎樣呢 那情況 如果你看回頭 在2015年8號 你見到 每一次去到一個 我們叫做 非常之深度超賣的情況之下 那個 我們叫做 短線市股 開始反彈 之後 很多時候 好像現在的情況 很多時候 恆生指數 會反彈多過一千點 所以 暫時說 我們只是見到 情況有背前 就是說 市股開始 慢慢上去 但是我們見到 恆生指數 還在下跌 那個情況就像 16年那時候 16年你見到 市股慢慢上去 那個恆生指數 正下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覺得 後市 短期裏面 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反彈 一個大的反彈 意思是 多過一千點的反彈 那都很和味 一千點 但是這個 如果這麼說 其實有機會 會是比較急速地發彈的 不會是慢慢發彈的 會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會見到的情況 就是 現在似乎市場 都開始慢慢多 有人看淡一點 所以 夾倉的情況之下 都可能會 令到那個反彈 那個速度 會比較快 會是 當然 我們要留意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到現在 大家會覺得 市場應該是差不多 要彈呢 那 看回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會留意一個 一件事 在過去這段時間 美股年初到現在的表現很好 其實是升的 你見到 拉斯塔指數 是加年初到現在 升了一成多 但是大家知道 港股市跌了多少 跌了差不多 六個巴仙 如果你看到新年市場 你見到跌了差不多 八個巴仙 上下差距 成兩成那麼多 如果你選錯市場 今年 你是買港股 不是買美股的話 或者不是買科技股的話 你會發現 那個回報的差距 是差20個巴仙 但是為什麼 我們覺得 現在的情況 去到這個階段 其實應該差不多 要開始彈呢 原因就是 因為 我們見到 現在的差距 因為已經拉得太闊了 因為以往 我們見到 當美股和揮美股 那個 五十天的 那個升幅差距 去到八個巴仙 到我挨近 九點八個巴仙之間 就是 綠色的位置 很多時候 就會掉頭下來 掉頭下來 現在 其實我們已經去到 差不多 九個巴仙 就是說 在過去五十個假日 我們見到 美股的升風 是跑贏 非美股 差不多 九個巴仙 以往 是一個 非常之極端的水平 如果我估值角度 看得到 如果你看回 MSCI的新市場 五十個PE 以及標榜五百個PE的差距 你們見到 差距已經去到 差百倍 那麼多 以往那麼大的差距 很多時候 我們會見到 市場就會差不多 會有一個反彈 因為這樣說 差不多會出現一個 收窄的情況 但收窄的話 可以兩方面 可以是 港股或者是 新市場股市 繼續跌 請美股一起下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們反彈 追回美股的升幅 所以到現階段 就似乎開始 現在市場 開始有一個轉變 隨時會出現 可能反彈 或者美股跟我們一起跌 但是 剛才說過 我們看到那個情況 就是市寬的表現 開始有些背遲 背遲的話 就是代表大家 告訴大家 可能有機會 開始一個反彈 其實這個可以理解 當一個市場 其實納斯達指導 上個星期是 連續幾天創新高 當你不停創新高的時候 投資者的很正常心態 就是覺得 嘩 升了這麼多 你會想計一計算 但是另外一些市場 嘩 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 嘩 都跌到這樣 你會播放反彈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Eric就說你要看一下 美股和非美股的差距 為什麼有一個參考價值 嘩 其實就是說這個 連續我們看幾個指標 都是指向短期大市 似乎是短期見底 會有個比較急速的反彈 是的 但當然了 後市大家都要注意到 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大家 剛才提過一點點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 就是國外占的不明因素 其實還是困擾市場 因為我們到現在 我們不知道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似乎現在沒有一個 解決的方向可以見到 這是一個問題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現象就是 這個純粹的貿易截的影響 開始影響到一些 嘗試的投資的部署 會影響較後的投資 那個企業營利的表現 另外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投資前期不明朗 也會影響投資的部署 而且大家最終都看到 人民幣開始一直跌 因為大家看到美金 那個美式慢慢上 那個美金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那個美金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是有個上升壓力 所以你看到 那個美金慢慢上升的話 人民幣又會很大的壓力 就下跌 那麼人民幣跌的話 也會影響新年市場的貨幣 所以新年市場很動盪 最近 也看到人民幣跌的話 大家又知道人民幣跌 其實對港股那個 企業的盈利是很大的 因為大家不知道 有800多間的企業 其實有9成或 100%的收入來自內地 所以你看到 當人民幣跌的話 很多時候 香港的企業 人家的表現就有壓力 所以現在 種種這些跡象的發展 其實都是對我們 港股那個基本面 是一個負面的因素影響 會影響到 較後期的表現 當然短期來說 我們覺得有機會反彈 但是後市的發展 就要留意 貿易戰究竟 究竟究竟會怎樣 美金會不會繼續上 人民幣是否繼續跌 新市場的動盪情況 有沒有舒緩的情況 這些都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覺得 較後一點的看法 我們會比較保守 因為今年來說 可能真的比較動盪很多 但是短期來說 可能有一個反彈的機會 會存在 補充多一句 補充多一句 為什麼我們覺得 後市要大家留意 因為以往來說 今年年初大家會看到 香港的港股表現是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家看到 基本面是不差的 因為我們看到 香港企業的表現 都是很正面的 如果我們看回營起的數字 還是在升上去 年初的時候 但是到最近 到最近的時候 這是一個營景數字 營景跌的 就是營起的數字升 你記得營景的情況 年初的時候 是跌到52% 是一個很低的 說的是六七年的低位 但是之後 我們看到 營景的數字慢慢慢慢上來 去到最新的數字 去到今個月的月中 其實已經看到60% 就是發預警的數字 有六成都是發營景 那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 差了 就是代表 基本面似乎開始轉差 我記得幾間 都是發營景的原因 就是人民幣下跌 沒錯 人民幣下跌是其中一個因素 當然 剛才所說 因為你的貿易戰 令到那個投資前景 不明朗 我是投資者 或者是一個公司老闆 在現在這麼不明朗的情況下 我未必會增大我投資 是吧 可能影響到之後 那個營利的 那個前景 那個表現 不用增大投資 我做廠的朋友 都已經告訴我 他們現在貿易戰之下 雖然他們做的貨品 不在那個貿易戰的 制裁名單上面 但是這個有個大廠家 可以問一下他 立即 都已經 他們已經不敢做多傳貨 因為怕 不去 大家都在看 沒錯 所以很保守 全部把那個 總之額外多 大一點的單都不敢接 沒錯 沒錯 問題是 這個是一直困擾市場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問題是短期來說 之前剛才所說 我們會預計 可能會短期有一個反彈 你可能會問 反彈買什麼好呢 是吧 我們過了千點 除了 很多人不像我這樣 夠膽買旗子 你喜歡買股份 有幾個方向大家要留意一下 首先我要知道 現在的大市表現 市底 市底 是非常弱的 為什麼呢 我們再看另一個指標 這個就是 統計 全港二千的港股 究竟現在有多少股份 股價是高於二百五十天線 有些人用二百五十天線 做一個牛熊分界線 那就是說 如果是低於二百五十天線 那就是 紅市 或者是 轉差 那你現在看到什麼情況 現在的比率只有27.4% 就是說 全港二千的港股 少於六百隻股份 現在的二百五十天線 現在的股價是高於二百五十天線 那所以你看到 現在的整體的廣告表現 其實 都是差的 那當然 你發覺最近的這個 長線市寬 你看到去到二階段 其實都是三成負近位置 跌了一點點 很多 就似乎現在在 現水平是存定了 那所以我們選股的時候 就要選一些 相對股價表現比較強的 因為你買一些弱勢股的話 可能因為之前 以前較早前的因素 貿易戰 影響了一些跌了 你再買去博去反彈的話 其實風險很高 因為那個貿易戰 大家不知道有什麼情況 但是你看到有些股份 如果現在 現股價是高於二百五十天線的話 這個可以值得留意 因為意思就是說 它的股價的抗跌力 會比較強 那你可能會問一下 什麼情況之下 什麼股份會抗跌力 會比較強呢 不受貿易戰影響 這麼大的股份 是的 沒錯 我們有兩個方向 可以給大家看看 其中一個方向 我們做一個分析 看情況 我們發覺 如果你買一些零售股 那間公司的收入 有七成或以上 是本地 或者是中國內地的話 你會發覺 它的抗跌力是非常好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內需零售股指數 那我們在 我們系統裏面 就編輯了指數出來 那你會發覺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這條藍色市 一路升上來 一路跑完 一路升指數 那當然 最近的市 在 6月7日1日 一路跌下來 都真的扯低了下來 但它最近 其實都是打和度 都是跌了1%左右 所以相對來說 這類的內銷股 可以值得大家留意 對 最近那些 賣衫褲鞋襪 賣飲品 即食麵 全部都升到 爆爆聲 內需股為主 我們可以選 內需股可以留意 不過這是一個短線的 部署的策略 要是大家留意 因為內需股的話 即是說 很多出口回到中國大陸 但問題是 現在大家看到 人民幣慢慢慢慢跌下來 那它的Market market 轉回港幣的收入 都有下調壓力 所以變成較後時間 如果人民幣的趨勢 或者美金一路轉強的話 都會對這些公司有影響 但是短期來說 這些可能抗電力會比較好些 可以是其中一個方向大家留意 但是隨意來說 都要大家小心一點 所以如果 你覺得其中一類可以考慮 駁今次的短線反彈的話 就可以想想內需股 還有近期來說 一些公用股 電力股 煤氣是不停創新高的 現在真的猜不到 燃氣股 這些其實都做得很好 這個正正反映到市場的心態 因為你現在發覺 最近的公用股 或者我們叫做低Beta的股份 都表現得比較好 因為它的抗電力比較好 比較強 所以大家會看到的情況 就是人們 在現在的市況 不明朗的情況之下 買一些防守性的股份 去買這個股份 所以大家看到公用股 這些保健 都是比較低Beta的股份 表現得比較好一點 當然 我們發覺 除了低Beta之外 其實你要發覺 我們都會留意一些 最近來說 還有發營起的股份 為什麼呢 因為在過去半年 大家知道 3月1日打1日 全球 就是那個港股 開始被那個貿易戰 開始影響了 但是我們看到 有部分的典份 在這段期間 也有發營起的 即是說 代表它那個企業的前景 還是樂觀的 那我們做一個統計 就看回 6月7日港股 開始慢慢再跌來 這裡就看回 每一個板塊 在6月7日打1日之後的表現 越右的話 代表它的表現越好 越左就越差 而這個呢 就統計回 過去 這半年裏面 發營起的數字 佔整體發預警的數字 那越高的就越好 那你會發覺呢 我們希望解決股份 就是這些的 這些部分 所以你看到什麼板塊呢 農業比較細 公用板塊 醫療板塊 石油化工 這些都是大家 知道留名的醫療板塊 嗯 好 好 不如這樣 我們實際一點 操作上面 我們順目旗下 有一個股票追細 叫做EJFQ 其實很多 我們這些統計數據 都在那個系統上 將出來的 我們不如就示範一下 根據你的條件 你要求去找一些 強勢一點的股份 那我們會選到什麼 號碼出來呢 說了那麼多 買哪一隻才有用的 對 我們有很多方法 我們在這個系統裡面 有一個類似篩選的工具 叫做精明選股 裡面有差不多 一個80種不同的選項 給大家去選不同的股份 我們有很多方法 我們用不同的方法 跟大家介紹一下 譬如說 我們想選一些主版的股份 因為大市值一點會是 是的 我們又想選一些大市值一點的 因為現在可能大市值一點的 防守性 或者比較好一點 我們選一些大市值的板塊 另外大家要知道 在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有一個叫做 一個 股票勢頭 股票勢頭的訊號 即是每隻股票 我們有綠燈和紅燈 這個就是我們本身系統裡面 用我們的方法去計算出來 去計算到股票 究竟它的趨勢是正面還是負面 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選一些轉勢的股份 就是轉強 就是由弱勢轉去強勢 是的 那我們買一些轉強的股份 當然大家剛才看到 我們看到 現在全港2000的港股 只有三成都不夠 現股價高於250天線 我們當然想買一些 現股價高於250天線的股份 所以我們在這裡 現股價高於250天線 加上篩選 就是幾項篩選出來 結果二千多隻股票裡面 這樣就 嘩 不是很多 只有這麼少 是的 只有九個 既然是廣機 我真的配不到 先看看 是 對 我們可以找到這些股份 好害怕 好害怕 選到這些 好了 我們終於就是 根據剛才說 如果你都預期市場 有機會 會有一個比較快速一點的 有短期見底反彈 又會有超過一千點的升幅 究竟買了什麼股份 我們就利用我們的系統 現在就選 經過這幾個條件 選出來 其實就選了這幾隻 那選完出來之後 是不是真的代表 不要理了 我閉上眼就 就扔飛錶 全餐買了去 不是的 我們再要一隻股份 click去看一下 但它就已經是 將你由二千多隻股票 shortlist到現在 只不過是剩下八隻股票出來 好了 剛才大家記錄一下 我們說過 在最近期 過了一段時間 6月7號的港股 或者恆新指數可以跌的時候 表現比較好的板塊 是一些防守性比較好的板塊 我們可以選一些公用板塊 去瞭解一下 看看行不行 內需、公用 內需、公用 有一個中國水務 嘩 你看完它的走勢 你會完全不知道 是什麼 港股由三萬三跌下去 二萬七千 八什麼 不覺得 這隻股份很漂亮 因為你看到它 在3月、4月、5月、6月、7月 恆新指數都是一個 區間上落 的時候 它都是區間上落 但是之後大家記不記得 6月7號開始 恆新指數插落 再插多一千點 但你發覺這隻股份 就是… 調轉頭 調轉頭上 你看到它走勢比較強 而且你看回剛才我所說 它那個勢頭轉勢 轉強的情況 你看到它是綠燈的 出了一個信號之後 你看到現在來說 它那個累積的升幅都很大 已經升了差不多一倍 當然我們看股份分析的話 不只是看它技術走勢 我們還要看它的基本面 你會發覺在我們系統裡 我們有一個叫FA Plus的方法 是看一些股份 它的基本面的表現 可以不可以的 譬如這隻中國水母 你會發覺它那個… 五年那個… 盈利的那個複合增長 其實你看到有31% 很漂亮 三年都有四成 你看到那個增長 盈利的增長的速度 都挺快 當然我們還要看它的趨勢 即是未來的 你也看到 這個就是坊間的分析員 對這隻股份 19年和2020年的看法 你看到最近 當然因為不是太多的分析員 去跟進這個股份 所以你看到比較繁複 但是你看到整體的趨勢 都是慢慢慢慢上 即是代表什麼 即是代表分析員 對於這間公司的盈利前景 都是樂觀的 事實上 如果你看回19年 2020年 你看到它那個… 盈利的那個增長 都有雙位數字的增長 當然 這樣看到很長時間 我們可能會留意回 那我們真的看多少錢呢 我們要看 看看那個股值的情況 看股值 我們有很多方法 有時候 你會用一個叫PE band 即是一個PE 即是現在的市場角度 在相對以往來說 究竟現在的 偏離中位數有多少 你會看到現在什麼情況 現在的預測市場率 就是11.4倍 歷史來說 很多時候 有機會 會去到中位數的 兩個標準差 就好像情況 你見到兩個標準差 已經很超賣 超賣的情況之下 就會慢慢下來 去到低一個標準差 或者挨近1.5倍 就會見底 你見到現在呢 其實現在不算便宜 你見到股值 因為可能最近很多資金被現 又去一些防守性股份 是的 去一些防守性 令到它那個抗潔比較好 所以形成到它最近 都去到1.3個標準差 但問題就是 當然還有少許空間 因為最終我們有機會 我們要相信 會以往這個股份 很多時候都會去到 兩個標準差 才會見頂回落 兩個標準差 即是去到這裏 即是這個深藍色的頂部 是的 大概11.5至12元左右 那當然大家要留意一下 當中的風險就是 市如果最終是插下去 沒有反彈的話 這些防守性強的部分 最終都是壓力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簡單來說 就用幾個 criteria 幫大家選了一群股份出來 我們或者正式的 presentation 就到這裏